在许多城市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慢慢销声匿迹的书店 在这却保留了相当传统的样貌 木架子 旧书看似杂乱无脏的堆砌 走进店门口仿佛跨过了时空门 历史厚重的感觉包覆每一位客人 至少我是这样感受的 抬起头看着书籍被分类的标示 有一个景象触动了我 在书店的最深处标示着童书 也许是长大太久 它好像在提醒 也在偷偷地窃笑 我们是不是忘了那份最纯粹的快乐 在看到高耸的书下边有着电影里常见的木梯 我喜欢书店里找书的过程 好像在时时提醒自己 这些知识 这些有钱人累积的智慧 得来多么不容易 木梯更加强了这样的印象 当自己爬上木梯 在仰头望着这些书籍时 好似象征了渴望知识 丰沛自己的匮乏那样 毕竟在知识的历史前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我们 本该谦卑 反映着与这个2019世代的不同 我们都有点太习惯了 七日的旅程 气温皆在零度到负八度之间 寒风透骨的天后里 凭借着内心的兴奋 好奇 及迫不及待一探究竟的心情 Somehow 我忽视了使人 崖战直发的天气 第一个拍摄的地点 是位于巴黎拉丁区的 Abbey Bookshop 一间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 Brian Spence 拥有的书店 Since 1989 寻访巴黎时 历史会形影不离 Le Polko 这是巴黎城里 最古老的咖啡店 听闻拿破仑 曾经在这边没有钱付账 因而拿他的帽子做抵押 至今这笔帽子 还展示在店里 在这历史文化遗产 除了价值这层肤浅的棱角之外 人们懂得欣赏 相对于高速发展的城市 急忙地猜出老旧建筑 与建筑华丽高丛露营的大楼 留着适量的根 或许会使城市更迷人吧 咖啡厅里 那些围紧斜的木地板 不平整的木块 即使铺上了地毯 走在上头 还是诚实地 呈现了它应该有的铺实感 喂 我觉得它也是很重要的感官 到了不同的国家 不同风味的美食 不同主题的餐厅 不同香味的咖啡 不同丹宁含量的红酒 只有满足了胃 你才想造访过 老店才是城乡之处 才能一边冲着机场陆路 一边喂食我们 深刻迷人的故事 老 旧 不等于过时 也不是就应该淘汰 相反的应该思考 若不是这些 我们现在看起来老 旧 何来的新潮 对于历史 我们应该心存感激 并给予尊重 历史有值得我们学习的 并我们值得借近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看着历史 学习放下 放下愁 抹下恨 地上的坛 桌上的杯 墙上挂的画 天花板的灯 新以来的客人 绝对不只是食物的粉丝 也是上述这些 家事的欣赏家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些水平的灯 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小伙伴 小伙伴 小伙伴